你 家宿怎么没来 你一个人行吗 行 有点疼 坚持一下就过去了 嗯 头一胎 对 投胎孩子聪明 干嘛不把他生下来 前几天我给你做个检查 胎胃很正 你的身体素质也很好 这个孩子 你可以考虑把他留下来 你看 他 警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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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啊你 你这个时候我妈说的 你这时候不能激动 你不能跑跑跳跳的 女人坐会流产就跟坐月子一样 你知道吗 你别哭了 行吗 你跟我 跟我回去吧 我妈知道咱们几点钟回来的 你知道吗 咱没按时回去她该着急了 干啥 没做 没做 不是 为啥没做 不是 你既然你没做你还哭啥呀你 我神经病行吗 我每天都得哭一场 你走吧 别让你妈担心 不是 你现在说这话都晚了 我要不管你的话 当初你跳河的时候我就不管你 谁让你管我的呀 你有没有良心啊 你说这话有没有良心啊 没良心 我就没良心 你走吧 你别管我 你别推我 你干啥你 你 你不就是你 你那男人跑了吗 不要你了吗 你至于糟蹋你自己吗 谁说他不要我 谁说他不要我 他要你 他人哪 人哪 我回来了 是 他会回来他会回来 既然他会回来你还哭什么呀 是吧 你你你你就 踏踏实实回去把身体养好了 等孩子出生了也许他就回来了呢 对不对 我知道你心里有他 是吧 你你也不舍得这孩子 那好那你就回去把身体养好了 把孩子生出来 这孩子健健康康的 是吧 过两年也许他就回来了 也许他碰到什么难事呢 咱俩这种 这种结婚 也不是当真的对吧 等他回来 我相信他只要是个爷们 肯定能理解 再说咱俩也没什么事是不是 你要想哭醒 我赔你 你大点声 我也不怕让人听 听 听见 你哭累了 我我我扛你回去 哭吧 哭 哭 哭 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上边呢 给咱们大黎叔村 支持青年们